現在人們說雙黃蓮蓉 對治療由新型觀眾鼻毒 所以因此肺炎很有效 所以人們一看到它就搶像口罩一樣 不是雙黃蓮蓉, 是雙黃蓮 對, 雙黃蓮是一種中藥激激 主要是應付風熱外感 引起咳嗽、喉嚨痛等等的情況 裡面的主要成分 主要有金文花、黃琴和蓮橋 這三種中藥 這些中藥主要是發揮清熱解毒 清熱醋濕的作用 所以並不是每個人都適合 也不是對於新型冠狀病毒 是有治療的作用的 原來雙黃蓮是他們 不是我的雙黃蓮蓉 我將它們拿去煲水, 有效嗎 其實煲水主要是幫我們清熱 但因為這個藥比較苦寒 如果你是無端白洩去喝的話 就會令脾胃受損 容易出現胃痛或者肚子餓等等的情況 明白, 人家說冬天宜補充水分 你沒有其他湯水吃果可以介紹給我們嗎 當然有, 我們是銀耳百合湯 好 先喝湯 好, 喝湯… 湯一喝下去就覺得很滋潤、很清甜 但這個湯有什麼功效呢 這個湯, 我們看看裡面的成分 裡面有銀耳 銀耳幫我們潤肺和釀胃的作用 裡面還有生藥 生藥可以幫我們健脾 百合也是一個潤肺滋陰的狀況 這個湯本身比較滋陰 所以譬如一些痰多咳嗽的人士 或是皮虛洩瀉, 大便比較濕尚的人士 就儘量少喝一點 但我看到食材大部分都是白雪雪的 這類食材對護肺油有什麼用呢 其實在中醫的五行學習中 我們會認為白色是入肺經的 所以吃白色的食物 也可以幫助我們強壯肺 另外, 肺的特性是喜潤而護燥 就是說如果吃白色 兼有潤肺狀的食材的話 對於保護肺材滋潤的話 是有幫助的 譬如日常生活中 可以吃雪梨或肉粥 這裡也能達到這個效果 明白, 所以說調理好自己的身體 導致抗疫很有幫助 沒錯 我們一起加油